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无垠的岁月流沙中 要是佛很久以来守护着无量的众生 以其宏大的愿力消除众生无边的烦恼 免于遭受疾病缠身 消灭痛苦免除灾难 而备受众生所惊养 药师佛全名为药师琉璃光如来 或药师琉璃光佛 为东方近琉璃世界之教主 护佑尊称为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 因他能除无量众生生死之病 故名药师 又能招三有之案 护云流离光 药师佛与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同辈尊为三宝佛 以称恒三宝佛 佛教内甚至认为 恒三宝佛为一体 只是为了度众生 而化身为不同的形貌 其中中央释迦牟尼佛 为苏婆世界之教主 而东方药师佛与西方阿弥陀佛 则被视为解决众生 生死问题之两大佛陀 长久以来 诸佛菩萨之演化在梭婆 佛教讲的三宝佛 三宝佛讲的就是因为有三尊佛在 中间本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药师佛阿弥陀佛 一般我们叫三宝佛 不是有一尊叫三宝佛 像这边这个叫娑婆三圣 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叫娑婆 这佛菩萨为了救苦救难 来这个世界叫娑婆 来度众生 这叫娑婆三圣 然后我们念阿弥陀佛叫西方三圣 药师佛叫东方三圣 那三宝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阿弥陀佛 一个代表东方现世的佛报 也代表西方未来的净土 要师佛法门 除同样鼓励命中往生净土外 还着重强调 可蒙药师佛愿力加倍 以求献身 即得安乐利益 增福严寿 消灾免难 及清除修行路上 重重障碍等 而四众佛弟子 能受持八观斋戒 心畏决定者 由药师如来 本愿功德利固 灵命中使 由八菩萨成空来 逝其道路 到其往生于 净琉璃土 种种杂色宝花之莲池中 自然化身 一 药师琉璃光 七佛本愿功德金所载 药师佛又作七佛药师 或七公一王 包括 南无 善明称 吉祥王如来 南无 宝月 至言 光阴 自在 王如来 南无 金色 宝光 妙行 成就如来 南无 无忧 最甚 吉祥如来 南无 法海 雷鹰如来 南无 法海 圣会 游戏 神通 如来 南无 药师 琉璃光 如来 等 七尊佛 其中 南无 药师 琉璃光 如来 为 药师 七佛 之 主尊 药师 七佛 住于东方四横河上 乃至十横河的世界中 各以广大愿行教化度中 药师 佛法门 具有强大的威力 带来现前及究竟的成就 那是由于药师七佛 往昔在菩萨位时 为友情发了许多广大誓愿 并承诺将来在释迦摩尼佛教法衰微的着势 实现友情所有的祈愿 而另有药师八佛 则是指本师释迦摩尼佛 及药师七佛 若后面再加上阿弥陀佛 则称为药师九佛 为什么会出现药师七佛的特殊形象呢 因为诸佛圆满正觉的心 具有骗志 能够骗之过去 现在及未来 还有普及一切友情的大悲心 而且具有圆满的威势力 引导一切友情结成佛 因此若能称念药师七佛的佛号 礼拜供养药师七佛 将能获得无上的利益 看到了药师七佛 佛力加持 然后念药师佛的遗鬼或是经典 但是我们要升起一个来 大悲心 当愿病苦有情 父母祖先 无有病苦 同生净土 就升起这个想法 你虽然没有背药师七佛 那你统就念药师流离公如来 这四十四分万的公地禄的现状 来帮助现世中心 来帮助三无都的中心 药师佛知佛土 因为净流离世界 据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记载 东方子去 或石进袈裟等佛土 由世界明尽流离 以流离为名 乃是取流离之光明透彻 以欲国土清净无染 陈旧世间光明与初世间光明 其内部唇衣清净 无珠欲染 也没有三恶趣等苦恼之身 地是净流离所陈旧 陈阙宫殿吉朗宇 也都由七宝所造成 其庄严殊胜之处 与阿弥陈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互相辉映 而在净流离世界中 日光骗照菩萨 与月光骗照菩萨 为药师如来 左右两大邪式 组成药师三尊 欲为东方三圣 在东方净土化到终身 有所会必要呢 就为那位菩萨 慈颂大悲作者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当会与无量神人 来为作证 并争议其笑宴 又凡是慈颂大悲作者 如能在慈颂日光菩萨 陀罗尼 能灭一切罪 亦能立魔及除天灾 若颂一变 礼佛一脉 如至日别三十 送咒礼佛 未来知事所受深处 当得一一相貌端正 可惜果报 另外 药师法门护持者 还有十二神将 又称十二药察大将 或十二神王 誓愿护持要使法门 饶益众生 其名包括 公区库大将 公匹罗大将 法者罗大将 弥气罗大将 安底罗大将 尔尼罗大将 山底罗大将 英达罗大将 波伊罗大将 摩虎罗大将 真达罗大将 招杜杜罗大将 招杜罗大将 此十二药察大将 各有七千药察 以为眷属 全部合起来 共有八万四千位 药察护法 在各地昼夜及四季 轮流率众守护众生 药师流离光如来 以自身光明 照五边界 拒三十二相 八十随好 庄严其身 汉传佛教 一般流传 药师佛的形象 为裸法形 左手持药壶 右手 结尸无味印 尊身着宝佛意 日光菩萨摩合萨 尊上月光菩萨摩合萨 斜视左右 而据药师流离光王 七佛本愿功德 念诵仪轨供养法所载 药师佛之形象 是左手持药器 右手 结三戒印 身着夹衫 结家福座 与莲花台 台下有十二神将 而藏传佛教 所流传 药师佛的形象 则为深蓝色 向好庄严 左手持波 胜满甘露 右手持喝离乐果 是金刚称甘露法药之 基本药材 佛陀 佛陀告诉 曼术实力 药师如来 在因地修行菩萨道时 所发的广大悲愿 即成佛时 由功德 所成就的殊胜国土 庄严清净 就是用一节 或超过一节的时间 也诉说不尽的 而药师佛 于过去九远节修饭行 在电光如来注释时 曾发下十二大愿 愿来是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示 为众生解除疾苦 药师佛之十二大愿 每愿都在满众生愿 拔众生苦 以众生病 使聚足诸根 身相端正 资聚丰饶 离诸恒难等 并导入解脱 而以愿满故而成佛 其誓愿不可思议 和菩萨就大力 大悲大力 大自